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原县安平乐道 原县明子思是孔子的学生 原县居住在鲁博 家境非常平寒 他住的是矮小的 用茅草搭成的简陋的棚屋 门是用棚草编织成的 门的转轴是用劣质的桑木做成的 窗户是用破瓦代替的 室内 原县把一间居室一格为二 他和妻子各住一间 但是啊,外面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就用破旧的衣衫塞住破瓦打风 遇到下雨天 咿,更是外面大雨 里面小雨 但原县不以为意 正经为作 一面弹琴 一面唱歌 一点也没有愁苦的样子 一天 同学自贡 做官以后来看望他 子贡穿着华丽的衣服 乘着高头大马索拉的轩车 由于车太大了 没办法进入巷子 子贡只得下车 步行到原县的家里面 子贡看见穿着初步衣服 脚上是没有后跟的鞋子 住着一根梨木的手杖 却很是寒酸 便说老朋友 你的面色很不好 是生什么病啊 原县笑了笑 没答说 我听说没有 财富称为贫 学到知识却不能派上用场 称为病 我现在是贫不是病 现在有些人迎合世俗 和可以利用的人 可以结为朋友 他们为了使别人看得起自己 而去求学 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 而去教会别人 水上讲的是仁义道德 使其做的是奸恶的事 我之所以安平乐道 就是因为不愿去做那些事啊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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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